近日据媒体报道,一场较量在俄罗斯上演,俄罗斯中部2019联合演习已经拉开大幕,来自7个国家的13万大军在俄境内集结,军队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当大洋彼岸的整个西方都开始焦虑不安。 由美军专家分析后认为,这是一个危险信号,俄罗斯这次演习规模称得上是历年之最,说明俄罗斯的各项实力正在复苏,西方国家面临的压力再次增大。 就单纯从军事演习的角度来看,俄罗斯的军事演习一般以具体举行的方位来命名,中部演习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这是一次在俄罗斯境内举行的军事演习。 从参演人数来看,这是俄罗斯举办的少有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以前这样十几万人的大规模演习,只在苏联时期频繁出现。 俄罗斯受制于国力有限,在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方面一直有所克制,尤其是允许外国军队参与的项目,更多的都是类似于坦克两项那样的小规模,以国际比赛为名义的项目。 不仅如此,以几个方位命名的军事演习,对于俄罗斯来说,它本身就是属于高规格的军事演习,此前俄罗斯的军事演习都是邀请一些独联体国家,而最近开始的俄罗斯军事演习则不同,包括印度在内的一些与俄罗斯关系较好的亚洲国家,也受邀派出军队与俄国一起进行联合演习。 这说明俄罗斯的眼光已经不再仅仅是盯着自己国内的情况,俄罗斯已经越来越多地开始重视与国际上可以合作的国家进行合作了。 从国际角度来看,俄罗斯开放军事演习有很大的一个初衷,就是对北约等西方军事同盟进行示威。 由于西方国家对俄的严重经济制裁,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阻碍,随着经济萧条而来的就是国力的大幅下降,军事实力受到严重制约。 而北约则趁此机会大做文章,大肆压缩与俄的军事缓冲,北约的军队几乎已经将俄罗斯周边所有的战略要地占领。 中岛条约的作废更是毫无余地地展示出了北约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 在这样的情况下,俄罗斯必须做出回应,在中东地区,俄罗斯已经依托叙利亚问题占据了一席之地。 与美国在中东的实力相比,尽管还有很大差距,但分庭抗礼之事已经形成。 现在,唯一对俄罗斯要紧的就是来自亚洲方向,此次莱俄参与演习的也有不少亚洲大国的军队。 虽然本次莱俄的一些国家都是不结盟运动的忠实参与者,但这并不影响俄罗斯告诉西方自己与这些亚洲大国们的关系紧密。 俄罗斯也不会就此服软,向西方屈服。